日前县府公告废止庐山温泉 除了影响上百人的工作权益外 北坡掩体滑动的潜在危险 更是临近原住民四个部落的噩梦 造成温泉业者及地方乡亲人心惶惶 因此近三十几位民众 特地向立法委员蔡黄郎陈勤 期盼政府尽快提出相关配套措施 并积极处理山坡地整治问题 以确保百姓生活权益